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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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镜与点栏目 这次是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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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就是曾经聊到过 你不要管泄 你在大松大板当中 你大松大柔 大松大柔的极端的时候 它会生成一种自动的那种上来的那种东西 使你不泄 不是你要主动去求的 它自动的就不泄了 这是我民歌 我练五十多年太前 我的体会 所以我在民歌聊太极的这两年接近两千个视频里 从来不说 泄是什么呀 为什么泄应该怎么做呀 什么东西的 我今天例外的来聊到这个泄字 在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好多粉丝朋友 好多的视频 好多的书籍 只要聊到太极拳 只要聊到松 几乎大部分的老师 大部分的视频 大部分的书籍文章 谈到松的时候 都说到一个字 谢 啊 要松 要松 要松啊 不谢 要松啊 不谢 都说到这个字 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和收看 民歌聊太极这个频道的这些朋友 他都在 这个好多一些人都是这样说 说啊 这个松 但是不能谢 我都没有回答 今天呢 我就来聊聊这个谢 那么说民间的传承 民歌聊太极不谈理论 只谈实际 我不说谢 什么什么不说他 就说怎么来做到不谢 很简单 很简单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昨天我们不是 昨天我们谈到了义 包括哪些内容和义是什么 我们在练权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放松的松而不屑的话 怎样来避免松而不屑 你就有一个东西 你手上 肩上是有东西 这个东西不能丢掉 比如说我们在起室当中 我们手抬起来 抬起来以后 我们手上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轻 比如说有一个长的竹竿 或者一个绳子 我们把它抬起来 我们放下了 这个绳子掉到地上 就叫蟹 我们把它抬起来 现在我们放下去 我们放下去的时候 这个棍子还在我们手上 还在我们手上 我们动的时候 只是这个竹竿掉一个头 掉一个头 我把这个竹竿拿起来 掉一个头 掉一个头而已 这个竹竿仍然在手上 一直都不扔掉 这就是做到了损啊 不屑 那我就是这样传承的 我就是这样教人的 就这么简单 可是大家看关于太极拳的文章和视频 要怎么样才能松啊 不屑啊 这些理论说的太多了 其实我今天就说这一句话 你这个东西不要丢就行了 不要放下来 就是不蟹 蟹就是把它放掉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还是不用力 我不放下来 就是用力的捧着 还是这样 这个东西非常轻啊 非常轻啊 对吧 非常轻 我这手上的东西很轻啊 像一个非常轻的东西 我不要用力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不要放下 你看 这个民间的传承是非常简单的 他就是被这些专家搞得太复杂了 反而使大家迷惑 到底怎么才能松啊 不屑 我今天讲的这个 松啊 不屑 这个胳膊上的东西不能掉 手里的东西不能扔掉 我始终打这个套路 我始终在手里 我始终在手里 我这样在这里 这样在这里 这样在这里 那我这样 他在这里 那我这样 他在这里 你这个东西始终都有就行了 始终都有就不卸 你就把它扔掉了就叫卸 看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对我说的这个观点有兴趣 你打拳的时候可以按照我的这样做 这个东西在上面不能丢了 不能丢了 抓回来 粘回来 不能丢了 始终粘的东西 就这么简单 就能做到松滑不屑 这个 但是我就是 我今天聊这个话题的原因也是 昨天看那个文章 说 我们要虚拎顶静 虚拎顶静 你要松的话 往下松成 你一松成以后呢 怎么样呢 哎 你要不用虚拎顶静 把它领起来 上下对拉 把它拔着 你就是 不是真的松了 你就是谢了 你就不是松啊不屑了 要真正松 要松成 还要拔起来 上下对拉 上下对拉 对不对 是对的 但是呢 它解释为 什么呢 它解释为松而不屑 这样才能松而不屑 那你这个地方是往上把 这个地方是松成 但是你这个手呢 你手就还是谢呀 那只能这一条 所以 这一种东西 所以我看了以后 我就说 你东西只要不动 你东西只要在这手上 它都是虚拎顶静 你手里有很轻的东西 不要丢 就是松滑不屑 就这么简单 有兴趣的 你就按照我 打套路的时候就按照我说的这个东西去打 你就能做到松滑不屑 就那么简单 好 那么 真传一张纸 假传万卷书呀 原来我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真传一句话 假传万卷书 还不是一张纸 一张纸很多话了 我父亲跟我说是 真传一句话 就是一句话 真传一句话 假传万卷书 我说你捧着东西打拳 你就捧着东西打拳 就能做到松滑不屑 就这么简单 所以民间的传承 太极拳难难难难 难在哪里 难在 专家把他搞难了 实际上明年的传承是很简单的 而很简单的这种传承的人 少之又少 为什么 因为他简单了 他就赚不到钱 我上课这么简单 记着一句话 上课了 手捧着东西打拳 就能做到松滑不屑 下课 谁来上课 没有人来上课 挣不到钱啊 对不对 所以 我做这个视频 我做这个民歌聊太极这个目的 是把我练 我练五十多年太义学 我的感觉说出来 大家学就学 不学就拉倒 我无所 有一句话叫 无所求之 什么 无惧 无惧 你没有想得到的东西 你就不害怕 所以 我就是说 这个东西 就这一句话 你这个东西不要丢掉 你始终在手上 始终在身上 这就是松滑不屑了 就这么简单 有戏女朋友就这样做就行了 好 那么 废话就不说了 好 有的朋友说 又啰嗦 啰啰嗦嗦嗦的 哎 逻辑混乱 有的给我的 有一个粉 有一个 不是粉丝 他那个收看我视频的 在评论区给我一个评论是 逻辑混乱 啰啰嗦嗦 胡说八道 不等太极 说的对不对 对 看跟谁比 要是跟那些名家大家比 我就是一个胡说八道 逻辑混乱 不懂太极的人 要是跟 比我懂得少一点的人比呢 哎 我就是懂一点的 所以这个是看跟谁比 他说的是对的 好 那么 今天就啰啰嗦就讲 大家就记得一句话 你手里的东西不要丢 就为松滑不屑 我练五十多年太极拳 明哥练五十多年太极拳 就是这个体会 好 那么欢迎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 转发 点赞 收藏 观看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 好 谢谢大家